传道书9章11到12节 也在不知道自己的定期 鱼被恶网圈住 鸟被罔罗网住 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 四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 今天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一段 我又转念见日观之下 快跑的未必能赢 力战的未必得胜 智慧的未必得粮食 明哲的未必得之财 灵巧的未必得喜悦 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原来人也是不知道自己的定期 我今天定的主题是进入新的循环 遵守的诫命是转念 回转向神 在这经文里面 我看见神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应许 就是得着神的恩宠 得着神所赐的好机会 并且在这经文当中 我看见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 我们可以避开的罪 就是汗流满面才得虎口 在生活中的运用 我觉得神提醒我 人的智慧不能预知 下一刻会发生任何的每一件事 真的 我们的智慧没有办法能够判断 下一秒钟 下一分钟 或者下一个钟头 或者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来求告神 因为神对我们的生命 总是有美好的计划 就像但以礼一样 每天定时定点求告神 他详细查考先知的预言 知道预言成就和结束被掳的时刻 我们也可以像但以礼一样 来明白神的时间表 明白神的次序 因为我们只要每一天定时定点 来到神的面前 神必会帮助我们 让我们脱离我们目前的困境 让我们进入到新的循环 因此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对神的新的认识是 神很乐意赐下智慧启示给我们 使我们能够分辨出神要给我们的机会 好让我们脱离旧的循环 进入到新的循环 因此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祷告 求神恩待我们 赐给我们智慧和聪明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是的主耶稣 你渴望我们能够认出神的时间表 好使我们不会错过我们的机会 并且能够在你的带领的当中 我们可以与你的生命 那一个丰盛 是紧密的连结 以至于进入到5783年 一个全新丰盛的循环的里面 让我们不管是在春夏秋冬 每一个季节都是昌盛 愿你恩待今天与我们一起来灵修的弟兄姐妹们 把这样子认出神时间表的机会赏赐给我们 谢谢耶稣 奉耶稣等名祷告 Amen